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个角 这三款呢是天使芋泥蛋糕 前阵子出了一个新品 就是上期老公测评过的那个 里面加的是奶糕 在他们福利群里面有很多小伙伴反应 就是有点腻 然后他们家就改良了 里面呢是现在加的是芋泥和那个奶冻 我还挺期待的 对 还有一款是被老公安利的香葱角 我们来尝一尝吧 我已经把包装都拆开了 它里面塞的芋泥都已经完全溢出那个蛋糕卷 我都吃了一半了 发现没路上 我刚刚尝了一大口 它这个外皮真的特别特别的软 里面芋泥特别的香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那个芋泥的颗粒吗 细腻的部分真的很细腻 然后颗粒的部分又很有质感 里面的奶冻就是去吃的一支多的那个奶豆腐的味道 但是奶味不是特别的浓 然后微微的甜 里面奶都顿顿的 整体的甜度来源于芋泥 芋泥真的太香了 我来描述一下蛋糕体 已经软到入口即化了快 太软了 这款原味就已经巨优秀了 而且我觉得它的甜度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程度 并不等到天 入口不 这口感绝了 蛋糕体完全不会干 很湿润 然后里面的芋泥颗粒就是 会有一点咯吱咯吱的口感 这款颜色就很丰富了 先尝一下抹茶外皮 抹茶味还挺重的 这个芋泥的奶香味倒是挺重的 其实来讲奶冻在里面的存在感并不强烈 但是它却丰富了口感 芋泥的香味还是比抹茶更浓一些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录视频这么大口的吃甜品吧 真的好好吃 这个是巧克力味 巧克力味不是特别浓 比较大 盖过了芋泥的味道 我感觉巧克力的这款蛋糕体会干一点 我好幸福 下面我要来尝一下这个 好多小伙伴都是必入这款 这次我终于买它了 我刚刚在拆缝的时候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葱香 这个酱还挺多的 还不错诶 这个蛋糕体也是特别的蓬满很湿润 里边的酱对于我来说还是挺合适的 这不是很多 所以不会特别的腻 成包这一口酱 但我感觉酱稍微有点咸了 表层果马的肉松 中话也特别的多 乱羊炸蛋 我还是挺喜欢这种咸甜口的糕点的 这个视频是我在晚上8点录的 说实话吃起来还是挺醉饿的 但是看在它这么好吃的份上 我原谅自己了 做一下简单的测评吧 这次可以说是买的非常的成功 要比上一期新品好吃很多 我最先要放弃的这款原味 是让我做觉得最惊艳的一款 因为正是它是原味的 所以它完美的凸显了芋泥的奶香 还有芋头本身的那股清甜 奶冻其实就是为了丰富口感 抹茶跟巧克力呢就不想上下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你们都想象的那个味道 觉得这款就是很满足我的味蕾 原来这个酱的量看起来不是很多 但是对于我这种不太耐腻的人来说很合适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酱偏咸了一点 好葱花是那种干的 就是也没有说被肉松尽湿 还能保持它那种干爽的口感 每一款的蛋糕题我都要表扬一下 你吃起来就是很治愈 OK我的测评到此结束了